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你的第一次来到中国吗? 是的,这是我的第一次 这已经4天了,可能是我的最好的日子 我喜欢城市,我喜欢文化 中国是一个国家 你好,我喜欢中国 第一次我来中国的时候我15岁了 所以我的学生从15到18岁 所以我记得是一个梦想,中国 你会后来中国? 是的,肯定喜欢这个国家 我会发现北京的文化和其他国家 有的学生跟我说,老师是真的吗? 我们在中国吗? 我告诉他们,一个星期以后 回法国的时候你们来说 你们来开始睡觉的时候 你们来说,上个星期我在中国 春天的北京迎来了一群来自法国的高中生 五天的旅程很短暂 但在几乎所有人的脑子里 一个想法逐渐扎根 早晚有一天会再回来 正如13年前,他们的学姐带明星一样 她说法国给了她生命 而中国给这张画布添满了色彩 得知她曾经的中文老师马金虎 要带学生来中国交流旅行 她特意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起了握手计划 我想邀请你为这17个孩子 录制一条祝福的视频 对他们来说,你们是一个个来自东方 陌生但有热情的主人 对大家来说,他们是一个个来自西方 年轻又好奇的客人 2024年是中法建交的第60周年 我希望以自己一个普通法国人的力量和各位一起 完成这一次快越时空 小小但有问暖的握手 你好 我的名字是Alex 我的名字是Yuki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Boyang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Silva 我的名字是Francai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Kivin 你好,我来自法国的哥哥姐姐们好 我来自西川 成都 我来自大熊帽之乡 我来自法国的中学 我的家乡是荷兰 我来自哈尔平 山东自博 我在中国四川 我们来自盛海 你知道山东吗 我来自中国四川 我们来自盛海 我来自国吃烧烤 我欢迎你们来自国吃烧烤 我想祝愿你们能有一段非常难忘的旅行 来体验一下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力量 可以发现历史丰厚 同时也跟现代化结合的不一样的功夫 希望你们能在北京玩得开心 吃到好吃的北京烤鸭 同时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来青蛙带去参观 我们来自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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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我们来自中国文化 参观这个很漂亮的国家 所以也特别激动 因为有那么多那么多人爱小星星 也爱我们 中国是世界上的未来 真的 我希望我们的中法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这样的学生回去以后 他可能会对中国有个更新的一种理解 或者了解 他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把这种和谐的音符能够带到国外 能够带到不管他在法国 或者说将来他可能去到更远的地方传播 作为跨越中国和法国文化的这个使者 你对自己未来 对于促进两国的交流 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我觉得我个人的话 也就是能做小事情 但是我觉得就像沃硕计划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是在我的小范围内 我能加大这两个文化之间的了解 多机会 然后自然而然的 这个交流会慢慢慢慢的变大了 中法有益 越来越好 …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